当地时间4月24号,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乘火车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,开始对俄罗斯进行访问。 25号,金正恩将与俄总统普京举行首次首脑会谈,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朝俄双边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。 金正恩于当地时间24号晚乘坐火车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,随后检阅了俄方军乐队与仪仗队。 金正恩在火车站与俄方人员简短交流后乘车离开。 据俄媒体报道,金正恩在火车站短暂停留期间表示,希望此次与普京的会晤取得成功。 朝方愿与俄方就朝鲜半岛局势与双边关系发展进行磋商。 据悉,金正恩与普京将于25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会晤,这也是两人的首次会晤。